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任务 如何在30天内 从您开始创造出一家成功的电商平台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上一集的任务 并选择了一个适合你的电商平台踏迁工具 那么请继续观看 第三步,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和定制一个 适合我们的网站模板 网站模板是一种预先设计好的网页物局和样式 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创建和美化我们的网站 它可以让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设计上 而可以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和内容 不同的电商平台踏迁的工具提供了不同的数据 和类似的网站模块 你要根据你的品牌、产品、服务行业和目标扣群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模板 为了帮助你选择和定制一个合适你的网站模板 我建议你做一下 第一,浏览不同的网站模板 找到一个符合你的品牌风格、产品特点、行业特性和目标客户喜好的模板 第二,预览不同的设备上的网站模板 确保它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上都能正常的显示和使用 定制网站模板根据你的需求和喜好 修改网站模板的颜色、字体、图片、图标、暗影、导航等因素 第三,添加你的品牌元素 例如你的品牌名称、标志、口号、故事等等 让你的网站更加的专业和有个性 意思添加你的产品信息 例如你的产品名称、图片、描述、价格、库存、分类等等 让你的网站更加的完整和有价值 这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并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选择了什么网站模板 并展示一下你订制后的网站效果 下一集我们将讨论如何添加支付和结算功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